今天和我共遵犯局的朋友是夏佳里 夏佳里是资深大律师 也是行政会议成员 经历过不少政治的风波 曾经轰动一时的梁爱斯不信任动议事件 为他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盛传富商黄德辉被绑架期间 夏佳里曾经为龚如森出过力 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他和李嘉诚、李宅佳、胡应商之间 又有什么难忘的交情呢 多谢你来跟我吃饭 多谢你 还有李支红酒 多谢你 很多人常常会叫你夏先生 其实你不是姓夏的 你是夏佳里先生 那个是你的姓氏的译音 对 为什么译成夏佳里呢 是不是你自己译的 不是 我回来的时候 做大律师 回来的时候 我有亲戚也是做律师 但是他们叫自己夏佳里 我听了夏佳里 很难入耳 就好像做大尾龙一样 高利态 高利态 我就和一个朋友说 他做古董 他说你做律师 他说我不如和他想一想 他就想到这个名字出来 我佳里 佳里 你好像有道理 有道理 很好的道理 很好的道理 1841-142 爸爸的家庭就在印度那里来香港 就是跟着英国军队 我妈妈那边就在内地出来 就是1880左右 1889左右 换句话来说 种族上你是属于印度人的 印度中国 妈妈中国 很少听到你提及你爸爸的 为什么呢 我想这方面 就是因为 臭大我 就实际上是妈妈 我妈妈和我爸爸 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两个就分手了 因此 那时候又第二大战 事后见爸爸的机会也很少 妈妈独力支撑你们 是的 妈妈做什么工作 妈妈做教师 做教英文 你外公是不是在汇丰银行那里办事 我外公就是做汇丰银行的买版 买版就是做什么 买版就是当时有一个部门 就是给同事打理所谓本地的客户 买版那里如果是贷款给本地的客户 他说要买版的部门要担保 如果是限数的话 他就要贴的 贴回给银行 也不错 一个挺好的职位 挺好 那里做得挺好 但是他也 你说投资 就是股票 金都炒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收到歌的时候 都听到他说过很多事 说不错 所以这方面的经验 你很小时 经验乱目以外有很多 不是 见过鬼都怕 你小时候 是否贴的 可以说是比较银皮 怎样跟皮法呢 我想读书那方面都过得去 就不是说特别标青 特别勤力 甚至去到 form 3那时 就是因为当时中英 一定要两科都要合格 才可以升班 那中那里我就不合格 就要留班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连中文都不读 结果 因为如果你去到会考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 就是除了英文有第二个语言 那我就怕自己追不上 就因此放弃了中文 就读法文 现在两头不到我 两个都不可以 但是你的广东话 又很流利 我都可以 你一路读书一路成长的时候 你的肤色和其他同学 都可能有些不同 你的名字也不一样 有没有因为这样 别人对你有歧视 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生育室》 也跟我的背景 差不多的 都不少 很多不同的背景 的年轻人 读法文 你的年代是很有型的 会不会因为这样 特别多女生 喜欢跟你拍拖 读中学的时候 没有 因为他们不懂得听 浪漫 不懂得听 才可以解释给他听 有没有跟梁智雄 何成天那些 一起追求女生 真的忘记了 那就是有的 你中学毕业之后 就立刻去外国读书了 中学毕业 因为我想读法律方面 香港当时没有 大学没有 但是我估计如果有 我必须要进去 因此就去了伦敦 为什么这么想读法律呢 我想我长大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时候 妈妈也所谓 有时候不太开心 因为我跟她的老师的朋友 在这儿辩论 用英文辩类 拗论到他们都不是 大人大姐都不是多开心 被那些小孩在那儿 在那儿 在这儿 在这样的环境 我就觉得自己读了 如果不想执业做律师 都没有坏 都是一个很好的背景 和一个学问 为什么会跟妈妈的老师朋友 拗论呢 拗什么问题呢 小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香港所谓社会环境的东西 尤其是五六年 我们事实上是有暴动的 双十个暴动 已经去拗这些问题了 其实你应该是想做政治家 一个律师 你去英国读书 很多钱的 家里的负担 明明很辛苦 那时候有朋友帮 我在那边有工就打工 对自己有些津贴 我和你介绍一下 第一个四小碟 这个四小碟 有金沙虾丸 炸南瓜 蜜蘸 叉烧 和白玉素珍 我这个 有两样东西不同 是凉拌公猜 和冻露笋 其他两样 南瓜和白玉素珍 是同样的 冬瓜来的 清洗发 为什么你和我不同的 我吃齿嘛 我都去吃齿嘛 那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还做过什么工作 找得够不够 做合肺 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做 统餐 或者在一些小的酒店 所谓做清洁 执房 那方面 最少早上那一餐 不用担心 因为早餐饮食 对 没有觉得委屈的 没有委屈 开心的 开心 但是我 当时 多数找美国游客 那些酒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眼睛起身 敲门 他说 迟些回来吧 不用做 做小个房子 因为他计时间 另外一班人做 另外一班人做 读成绩好不好 又要做事又要读书 OK 可以不得业 不得业 不得业 我就考试的时间 大约是18个月左右 你在伦敦读书的时候 应该就是 那些南非黑人的民权运动 都挺活跃的 你有没有去参与 有 为什么这么热冲呢 部分的理由 就是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可能算你什么主要比通通 没有人主要的人 基本上是我的孩子 是实际道 但是也有另一班人 和我一起讀法律的那群 他们也在非洲 全非洲都有在 我唯一一个不是非洲去的 他们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求证 很多时候他们有什么政治的观点拗劫 或者家里应该是否支持政府 在民主的发展那方面怎么样 那方面我也参与很多 在那里有没有认识到女朋友 参加这些活动和英国读书 英国读书有认识到女朋友 参加这些活动就少一些 在那里认识的女朋友是初戀的情人 忘记了 太久了 不过你们太太应该是认识的第一个人 太太在英国认识的 不是那个时间 你一直以来是不是都是和妈妈一起住的 一直以来都是和妈妈 那你很疼妈妈的 是 其实妈妈对你的成长有多大影响 对你的教训教会 很大影响 很大影响 教了你什么做人的道理 我们是永远都难忘的 要靠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深刻呢 我想 他自己照大我们两个 经过很多困难 也都在他那个年代 中国的女人 是比较 比较少的 不是说 不是说普遍有中国女孩和 印度人 结婚 有儿女 那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 我看回头 可能自己家 在家里呢 少数人呢 对他都有意见 我想一个这样的决定 也不是容易 但决定了呢 不是太久的时间呢 好像我想都是 好像我那时候是两岁 我想都是 或者十年八年左右 分手呢 我看对他呢 都是一个 一个教训 我知道你妈妈 好像有个亲生的 姊妹 不止一个 妈生 妈生的 妈生的姊妹 一位 就一直都和你们一起住 照顾你们 那现在 还在吗 现在还在 现在身体非常好 你还是和他一起住 不是 他自己住 因为我妈妈和他 都住在一起 那我们分开住 但是我们浪内也有见面的 有没有鸡哥崔岳为你赢了多少钱 大约二千万左右 王德辉先生 龚如森女士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接见的 王德辉先生第一次被人绑架之后 龚如森拿些钱回去的就是你 陪他一起回去台湾的 我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陈振聪那个风水师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的 有没有一早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已经学到别人去投注这个马匹呢 有 真的有吗 没懂得赚钱就懂得去赌马 那时候玩一下 因为我想我大的时候 我都听妈妈和阿公说 就是关于 因为我阿公那时候在香港都是做马主的 那有钱的 有过钱的 他家里 妈妈那边是 那你的兴趣是以前开始anstalt 我用的是那时 jeff 其实你喜欢马 有什么东西吗 是由于是可以赌钱先赢得了 还是怎么elt 马和赌钱 连锁的时候是两件事 马那些赛马 一个不下注 也不是太严重的 但是我就觉得人和畜生的配合 讲笑这么说 有时候有些人说 骑上那个又是猴子又是畜生 那个配合非常难 就是两个畜生一起 因为他走位的时候 他真的反应要很快 那你会不会下很多钱 一直都不会 那现在你买个马会不会下注下得很大 但你为什么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说当赛马 有些人说是一个运动 但其实大家都当博彩的项目 这也不可以 那我想大部分大部分人 我相信入马场都是所谓觉得 我估计对赛马的兴趣 跟我这样想 如果你纯粹是想博彩 你不用去马场 你在电视看也可以 你打电话在头柱也可以 你养的几只马 有没有计算过 除了香港外面世界各地也有 现在英国 英国有 新加坡我和一个朋友 有一只 还有其他地方 应该没有了 在新西兰有 那你养那么多只马会不会开支很大 有没有计算过 为了养马要花多少钱一个月的 不敢计算过 开支也不少 计算过 养马整括来说 你的开支和收入是打过和 还是有钱责的 这么多年 你养了这么多马 我想如果打过和 我都收货的了 我估计一般来说 都是要输一点点 因为我不赌的 有很多时候做马主的 有些朋友就赌 就是赌博 你赌的话 如果赌得准的 对自己的马就OK的 但我自己买不到 出生的那场马我自己买不到 他也买不到 因为第一我不买自己的马 第二我一定不会买 跟我跑的马 第二只马 为什么不买自己的马 我想可能如果赢了奖金 非常好 如果输了 更激烈 那你买过这么多马 你最喜爱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我想都是香港 所谓十几年前的马王 翠河 三年冠 三年冠 为什么被一个名字叫翠河 有没有一个渊源 那个就是我当时的拍档 张浩卫着时改的 因为他有一次去法国放假 不知开车 就开到有个河 那条河就有深 水的颜色好像翡翠 他当时改名字 就说我要英文 我要叫River Verdon 我说中文如何 他说很简单 他说就是翠河 有没有鸡哥翠河为你赢了多少钱 这么多场赛 赢了大约2000万左右 我们现在说的是90年代初 很多钱 很多钱 还有当时我卖翠河给张浩卫一半就是一万磅 那时一磅大约是十元左右 就是十万人 卖了一半给他 他就过2000万 赚得可以 不然也要养的 不然也要养的 也要养的 也要养的 我说Stanley 我说你下次不如叫爆料 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适合他认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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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就是四宝蟹钳清湯 我这个是商议集菜清湯来的 那一路以来你这么喜欢马匹 你又养那么多只马 做马会的主席 是不是你一路以来都很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不是 不是 根本上 就是做马会的董事 我养马都没有想到的 那一叫你做马会的主席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很久 即刻留意他 我想做了董事 先看我什么时候做董事 1992年 一去到做了这么久的话 都对财卖会有这样的认识 也觉得如果可以做到主席 或者自己在马会的运作 各发展 可以有些所谓贡献 以及有些新的思维的想法 都应该试一试 不过你在任期间 都有多少新的思维 真的做了出来 比如说赌球的规范化 做这件事当时是否觉得困难 当时 困难一定有 因为内外都要顾住 但是也当时有很多退休的高官 代表海外的所谓波团 博彩波的公司 希望说服到政府 不是只有一个牌照 而是多一个牌照 公开的竞争 所以有人跟马会争 其实有人跟马会争 有人跟马会争 我觉得政府当时的决定 就是非常适当的香港 很多政府高官 代表海外的特议集团 退休的高官 不是很多的 只是两个而已 不过你认识很多很多 地产界的朋友 比如说是黄德辉先生 龚如森女士 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超过40年 那里就是做律师 在那方面认识的 因为当时开始 我也有跟他们做法律顾问 但是你跟龚如森女士 关系都非常密切 他又很喜爱你的子女 又契女 懂得久了 懂得久了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接见 吃东西出去 吃完都会打包回家那种 是 我看过一些报道 就是说黄德辉先生 第一次被人绑架之后 龚如森拿钱回去的时候 是你陪他一起回去台湾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情 老实说我都不太想谈 但是我只有说 就是他第一和第二次 我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他交往这么深 你在他认识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 现在大家都很想见到 那个陈振聪的风水师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猜我会有的 但是我真的忘记了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初初 后来你们啟联资源中心的开幕 都好像请他看过风水 我听过 你也听过 但是就不关你事 你没有叫他 那么他们两架车 是不是很恩爱 在我自己观察 有些人觉得他们很孤寒 你有没有感觉 我想孤寒就是 你那把尺寸怎么觉得 那你是不是孤寒 我刚刚想说 很多人觉得我很孤寒 也不奇怪 但是似乎 龚如心 就对你的女儿 一点都不孤寒 她出来做事的时候 又支持她 给她一个写字楼用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事 我想她看女儿的那个项目 就是做所谓 一个非牟利的组织 但亦都在艺术文化那方面 对尤其是现代的 那方面的囚集资料 那方面 我想她觉得 值得支持 那Nina自己 都觉得自己是画家 你这句很特别 她觉得她自己是画家 那你认为她是不是画家 朋友来说 我都觉得 如果她有这样的兴趣 应该是鼓励的 但是 会不会说 就是好像你说 如果我忽然间 喜欢做摄影师 那样 我不会说自己是 我不会拍了 送相片给你 你知不知道她还了 她很有趣的 事后我都跟 有几个 她的旧同事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早些 说一声给她 她说她根本上 不想见人 那我们真的很难为 她的离开 有没有带来什么感想 一个 一个 两夫妇 在香港 做生意 这么成功 还有我也知道 Nina 做慈善也不少 尤其是在内地 那么今天 财产那方面 怎么安排 都是一个 很可惜的环境 李嘉诚 你是否跟她很熟 有一个叫李嘉诚 今天我拍个地 我输了给她 数码港业权的问题 你说你好 偏帮到 李泽鸡 有没有这样的事 梁爱思思 那个不信任动议 有没有令到 你和自由党的关系 变得好像 僵硬的那些